夢照起命,吃憋喪生 胞胃太重 唉,這些都不合我的胃口 食泉大補湯 不好,不好 廣季要蹲燒肉 沒品味 我憋一隻 哇,Bingo 這才是我的最愛 哇,哈哈哈哈 嘿嘿 嘿 啦啦啦啦啦,哪啦 啦啦啦 呀,啦啦啦 呃 呃 呃 請問大嘴是為何對憋肉情有尊重 真是個好問題 呃 鱿魚含有豐富的維他命、抗物質、蛋白質 他的脂肪含有EPA DHA 及各种动物性不饱和脂肪酸 尤其肉质之鲜美 犹如初恋一般 唯位无穷呀 他天生具有强壮的呼吸系统 及肝肾 所以有千年龟万年憋之称 我年轻时与人比赛游泳 都先吃憋肉 养出精力 每次都能打败对手 赢得冠军 一切都靠他的神效 这就是我为什么 非吃憋不可的原因 哇哈哈 我现在全身舒服极了 老婆 我们就请吧 又是一个美好的夜晚 这里真美呀 难道是仙境吗 两位请留物 两位善人 请手下留情 忘了我吧 我给你们磕头 如此美妙的仙境 却奉上个神经病 真煞风景 我们快离开这 两位善人 别走啊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俩居然做了相同的梦 我特地给您说 上好的鞭来了 帅呆了 一看就知道是极品 哈哈哈哈 这真是难得一见的大肥鞭啊 来 这是赏金 多谢老爷 今天又可以大快朵鞭一番了 老婆 快把这宝贝宰了 我今天要来个活鞭三吃 老爷 这只鞭好像就是昨夜我们梦见的年轻人 看他这样苦苦哀求 还是放了他吧 那怎么行 若是百年憋经 岂不更妙 哇哈哈 这真是顶级佳肴 只怕是连皇帝老儿都没尝过 人生莫过于此 死而无憾啊 怎么变成这样 我的肚子 天呐 我的背 哪来的火 水滚了没 你是谁 你想干什么 哈哈好久没吃到这么肥美的鳖了 啊 你 你要把我吃了 大哥 你饶命啊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鳖啊 我还不想死啊 哇 老婆啊 你在哪儿啊 快来救我呀 你不要乱落 乖乖临死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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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动了 哇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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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是怎么回事啊 洗了那么久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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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里面干嘛啊 水都给你泡凉了 哇 呃 呃 一般痛苦 不死刀针之间 何等苦楚 若为三三口目 天天杀生害命 则杀叶鸟 则杀叶击中 日久必造天法 好 观想各种的动物 当其中一只羊被杀之后 则其他的羊都非常的恐惧害怕 一只鸟被捕的话 则其他的鸟都会吓得马上飞走 这就像人类在发生战争时 如果所居住的城镇遭到了屠杀攻击 看到父母亲人被炸的血肉模糊 或四肢飞散一样 那种惊恐的心情是完全一样的 这样观想的时候 就会对他们伸出慈悲心 不敢再杀身了 陶石良、张之亭放生即得 从前浙江快基县 有两位儒生 名叫陶石良与张之亭 至少便一起习文读经 虽两人个性不同 但朝夕相处 早已培养良好的默契 谢谢 光阴事件 科举会考之日 就将来到 知庭 明日我二人去大善寺进乡 其神保佑我二人皆能重举 不知你意下如何 我正有迟打算 你我真是心灵相通呀 顺便可活动活动筋骨 啊 地狱两人便轻装出发 风景真美呀 嗯 空气也新鲜 来啊来啊 来买新鲜河产 这都是刚捉到的鲜活鲜鱼 两位公子买些鲜鱼吧 多吃鲜鱼可增强记忆力 对你们读书人好处多多哦 而且不管是快炒 炖汤都非常的美味滋补 听着我嘴都缠了起来 老板 这些鲜鱼一共要多少银俩 啊 公子 你全要吗 食粮 你疯了吗 这里少说也有万条的鲜鱼 我俩哪吃得完啊 我 我是不忍这些无辜的生命 将刀烹杀 想全部买来放生 但是 自己的力量不够 知庭 我们一起劝化木捐 救救这些鲜鱼吧 这样啊 好 我先出一两 两位公子 如此善心 而这些鲜鱼 我半价卖你们 扒两银子就好 太好了 知庭 我们就开始吧 各位乡亲 请发挥爱心 买扇鱼状身 十不善吉德 买扇鱼状身 这样啊 各位大德 请行行好 买扇鱼状身吧 我捐食文 我也捐食文 我捐一两 谢谢 谢谢各位大德 臭竹银两后 两人便合力将扇鱼 干到大善事放生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太好了 自由了 大考之日 终于来到 糟了 脑袋一片空白 好想睡哦 好累哦 老十良 张之亭 我是扇鱼大仙 扇鱼大仙 扇鱼大仙 你二人令中本来科举无名 但因放生扇鱼功德很大 所以我特来协助你们考取功名 啊 我在做梦吗 诶 这是 是 怎么有这 扇鱼的图文 大 道 是我眼花了吗 太神奇了 是 国之道 好 以民为首 民之安康 天下太平 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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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大功告成 诶 诶 啊 啊 慘了 你们俩好大的胆子 竟敢用扇鱼作弊 统统给我滚出去 考卷零分计算 大人冤枉啊 哎哟 枪手不是我找的呀 啊 原来是梦 原来是梦 我梦到一位仙人 好心用扇鱼幫我们作答 是啊 但是被监考官抓包 害得我们被逐出考场 哎 好险只是一场梦 是啊 我们不能因为救了几条扇鱼 就妄想不劳而获得考虚功名 要想怎么收获 就先得怎么摘 我们继续加油吧 陶石良与张珠婷 果然更是加倍苦毒 不敢懈怠 经过数月的努力 两人终于得偿数月 双双考重壮业 快期限五十年来 投一招出庄举人 今天会谈谈你们的感想 我要感谢家人 老师 朋友 以及 善于大仙 哦 那这是冷笑话吗 啊没关系 先拍张照片吧 阿弥陀佛 报应有三种 一者今生受报 称现世报 二者来生受报 称来世报 三者多生多结才受报 称后世报 好生却短寿 是素氏所造的业 今生受到果报 如果就此开始杀生 则会越短命 好杀生却长寿 乃是素氏所修的福报 现在在想福 如果能停止杀生 则福寿会越长 灰女放憋 染疫得救 啦啦啦 qualquer 血arespace 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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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伍! 你不要用那種眼神看我 我不會放你走的 哼 不看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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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如果幫你走 我會被老爺夫人打死 好 我要速戰速決 快刀斬亂嗎 哼 不看你 哼 不看你 你幹什麼 我又沒叫你上來 你先下去 我刀子還沒磨呢 啊 天氣好熱 我先把門打開 你可別趁機溜走啊 啦啦啦啦啦 來啦啦啦啦 哼 我看 八成是你放走了 來人 拿家法二號來 把他丟到裁房去 老爺 快來 你看 奇怪 昨天晚上不是還遍體鈴傷嗎 叫他過來問問 嗯 說 你的傷 怎麼治好的 我真的不知道 早上醒來就好了 而且這有兩個人 來人 拿家法一號來 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 果然在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要 看见生病的人 万苦缠身 身上都长满了冷血 应当了解 这是由于过去曾经鞭打众生 所招感的业力所致 如果自己有一天 也突然发生这样的疾病 应该也是过去 曾经犯下如此的恶业 当这样观想的时候 也是一种忏悔的心情 许真君戒杀修道成仙 许真君 明训 自尽之 进朝汝南人 少年时喜好打猎 太棒了 今天收获不错 有一天 他又出去寻找猎物 嗯 有了 小鹿一声哀嚎 母鹿大为吃惊 爱伤的弯下身来 用舌头舔小鹿 眼泪流个不停 撞击悲痛 最后倒在小鹿身上 不知死去 母鹿被放置在桌台上 许真君提起亮晃晃的刀 刀子从母鹿身上往下切 母鹿伤心的连肝都碎了 肠也断了 这 天哪 我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竟然做出如此的蠢事 害得他们悲惨的死去 我真该死 皇天在上 后土在下 我发誓 再也不任意杀身了 一切物累 皆有母子之爱 当生离死别之际 肝肠是何等的痛苦 母鹿因为爱子情深 所以不忍抛弃重箭的小鹿而跑 又因为过度悲伤小鹿之死 以致干碎长断 哎 世间还有比这更悲惨的事吗 许真君后来建举为笑脸 观 惊阳县令 阴敢进朝 朝政问乱 哎 如此势道 不如早日归影山林 哇 好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 仙人 请收我为图吧 我给您磕个响头 这几年跟着师傅学道 受意非浅 我讲事时候下山历练了 师父的大恩大德 今生今世是无法报答了 请受徒儿一拜 快快起来 此后愿你能为世人杜厄解纳 许真君 缓步走下山 哎哟 道长 我再也不敢 肉消民 骑鸭百姓了 给我牢牢记住 哪里跑 啊 小的知赘啊 把你抢来的银子 交出来 许真人真是我们的救星 情侠仗义 见义勇为 好样的 许真君于静孝五帝太康二年 于洪州西山得到成真 因为长显灵祭世 宋帝追风为神功妙祭真君 也简称为许真君或称许金阳 有好生之德的人要断杀业 可先观想各种的动物 当他们母子在一起时 彼此也是很亲密 依依不舍 与人类的亲情完全一样 这样观想的时候 就会对他们伸出慈悲心 不敢再杀身了 毛宝放生 白龜报恩 这位好动的年轻人名叫毛宝 练功专研武学是他的最爱 练气必须由内而外 平心尽气运行自如 不为外力所动 好动啊 小蝴蝶你还好吧 没事就好 拜拜 运动完了 真舒服 上街逛逛 天年大白龟来了 你一辈子也不曾看过的真奇异兽 只要五文钱哦 帮你看了年年异兽 不枉此生 真有那么神吗 赶快去瞧瞧 哇 还要排队耶 谢谢大家的捧场 来 请进 请进 哇 乌龟居然有白色的 好大一只 有几斤重啊 真的有千年了吗 怎么看起来比我还年轻 好可怜的乌龟啊 我得想想办法 诶 有了 大家注意 外面的天空有飞碟经过 快去看飞碟才酷 你们看 是不是那个 笨蛋 那是风筝 在哪儿 快 我们快溜 快 我们快溜 快 我们快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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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够远了 你还是快走吧 死地不宜久留 时光匆匆如流水 后来毛宝投效军律 凭借着他武学基础与智谋 短短五年间就当上了大将军 镇守在诸城 突然有一天 狄将石济龙率兵数万 前来突袭围城 毛宝领兵因应变不及 瓦不敌咒 作战大半 士兵纷纷逃跑头江 都被溺死 想不到我毛宝会有今天 就让我跟随兄弟 慷慨服役 为国成人吧 诶 我不按水性 居然没死 莫非我已练成绝世神功 而不自知 这是海纳百川 这是如来升天 这是金匹独立 这是牛转乾坤 这是坠卧沙场 嘿 我真是太帅了 哈哈 武林猛组被我莫属 哈哈 诶 怎么不动了呢 有点怪 啊 不妙 哦 原来是你救了我 好久不见了 武林猛组 还是换你做吧 哈哈 放生就是给悟命众生 一个机会 一个重获自由 重拾生机的机会 一个皈依三宝 听闻念佛的机会 酒匠旧营 冤遇米勤 从前有一座名为 吴越酒庄的制酒厂 他们所酿的酒 远近驰名 价格公道 里面有一位酿酒师傅 尤其酿的一手好酒 凡经他所酿的酒 无故香味四溢 鱼香绕笔 三日不绝 人称九王李 是一个心地善良 细心愿珍的好师傅 开饭咯 已经一整天 没有好好吃东西啦 太慢了 兄弟们 大家一起上啊 大师不要 你们这些恶心的苍蝇 看我给你们致命的一集 看招 住手 手下留情 啊 酒王李 上天有好生之德 放他们走吧 再起机会 快溜吧 今天真倒霉 哇 这么大一缸啊 兄弟们 冲啊 好好喝哦 太酷了 真过瘾 喝的太酸了 我快不死了 怎么回事啊 原来又是你们这群小家伙 等我一下哦 再忍耐一下下 让我把水分 用棉花吸干 恩公 今天又不是有灵 我们早就一命乌乌啦 好说好说 大家有缘嘛 恩公 咱们后会有期啦 再见了 再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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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酒王李 因一时贪念 竟然意图盗取他人钱财 竟然想杀人灭口 大人 草民是冤枉的 你看 人正 物正 刀柄上有你 五月九庄的刻字 事到如今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既然你无话可说 表示你已扶手认罪 我就判你 死罪 恩公勇啊 我们要赶快 我们要赶快 咦 咦 蛤 蛤 妈呀 有鬼呀 太不可思议了 难道这些苍蝇 有零性 恩 这其中必有冤情 来人呀 我要重新升堂 仔细审理此案 罪名大人 罪名大人 来人哪 给我重打五十大板 看他招式不招 哎呦喂呀 好痛啊 我全招了 都是我一个人算的 哼 最有因的 多谢大人 明察秋毫 环草明清白 快救快救 差点害死一个好人 各位小兄弟 你们对李某的恩情 真是刻骨铭心 勇志难忘 大家注意 听好口令 成绩好对心 放其声 也是给我们自己一个机会 一个救生赎命 偿还杀债的机会 一个广积福德 消除业障的机会 张提醒放生 死后升天 被牛 受死吧 好痛啊 可恶 是谁干的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我乃咒服夜出 除暴安良的夜行侠 凭生罪恨 随意杀身之人 哈哈 这不是蝙蝠侠吗 当心我告你仿冒 看到 刀 放下屠刀 地地成佛 呃 你 你对我动了什么手脚 我点了你的穴 请你好好反省 两个时辰后 被自动解除 大家赶快跑吧 杀猪之乐 乐无穷 嗨 老兄 你好 哎哟 乌龙白尾 这可是骇客任务的 招牌动作哦 哎哟 嘿嘿 你们这儿的猪屎 蛮好用的 橙子 我宰了你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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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这家伙上哪儿去了 嗨 老兄 呃 我们又见面啦 呃 哇 有鬼啦 连日来 有一名 自称夜行侠的人 于夜深人静之时 到处放走 待宰的猪 牛 羊 造成肉市行情高涨 肉不无肉可卖 叫苦连天 大胆狂徒 竟敢在本大人的地盘作怪 难怪最近 红包收不到 来人哪 张提行 赶快给我张贴通缉令 加强捕快巡逻 是 小的这就去办 呜 总算贴完了 这是张提行 他在县衙是一名文书 专门写写公文 跑跑腿 打打杂 哎 买十条小鱼 哎 太好了 我就知道是您 真是忠实的老客户 买鱼或小动物放生 是他平时最大乐趣 小鱼儿 不用怕了 现在自由了 哇 今天真累 老板你看 这是文化的夜行侠 他超酷的 老公 你真没出行 在衙门当一个小牙医 也那么自得其乐 快跑 快跑啊 有杀气 小鱼儿 哈哈哈 呃 欸 呃 呵 啊 哎哟 哎哟 老婆 兒子 你們在嗎 我跟兒子都在 你怎麼了 臉色那麼難看 我這輩子 除了對不起你們兩個 算是沒什麼遺憾了 我就要往天界去了 只是捨不得你們 你們自己多保重了 老公 這是怎麼回事 你白天不是還好好的嗎 爸爸 我不要你走 爸爸 媽 你看 原來 我會和夜行俠在天上時時刻刻守候著你們 放生即慈悲 成就諸佛心願 放生得成佛 放生也是救命的行為 是慈悲心具體的表現 禪宗六祖慈心放生 唐朝的慧能大師 是一位友德高僧 為禪宗第六代祖師 他在尚未出家之前 還是一名山野村夫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慧能 你覺得你師兄所做的記 身是菩提術 心如明鏡臺 時時情佛事 莫時惹塵埃 如何啊 嗯? 那麼累幹嘛? 不如就這樣 菩提本無術 明鏡亦非財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喔 這位就是五祖 紅忍大師 師父 慢走 關自在菩薩 神聖菩蘿 神聖菩蘿 波羅密 關神 師父 我一約前來了 嗯 不愧是我的徒兒 天之聰穎 一點就通 金剛精說 英無所助而生其心 就是要我們 面對世界萬物 都能看得開 不執著 不苦惱 樂觀開朗豁達 讓心胸海闊天空 容納百川 宇宙萬物 進而顯現出 不受世俗祭絆 自由自在 全心的我 嗯 說得好 說得好 這是我們禅宗 至達摩以來 傳世的法寶 一波 現在就交給你了 謝忌 因眾人寄語 鬥爭 傳法已不單純 你應該遠走高飛 奇數離去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未能趴在樹下睡覺 喂 起床了 誰啊 擾人親夢 趕快把一波法寶交出來 阿彌陀佛 在這裡請自取 哇 太好了 一波代表的是誤道與責任 難道可以用搶的嗎 我為誤道而來 不為一波法寶 你應該知道 國王的新衣這個故事吧 你是想做那位 自以為是 坦胸漏辱的 昏庸國王 還是那個大叫 哈哈 他根本沒有穿衣服的 帥姓小孩呢 呃 這 呃 我懂了 經蒙指教 豁然開朗 請受我一拜 呃 我會名和尚 修行多年 從來沒有發現自己的本來面目 會能到了曹西 又被二人追逐 老天保佑 不要被射中啊 哈哈哈哈 你這個膽小鬼 這樣怎麼跟著我們打獵 去看守獵網吧 是 慢走喔 嘿 這樣也好 咦 快去看看 嗯 可愛的熊貓 是國寶欸 抓了牠 可是要殺頭的 嗯 哇哟 我的媽呀 怎麼連恐龍都落網了 阿彌陀佛 願眾生離苦得樂 看我的達摩殘障 去 哇 比王志明還快 哇哟 我哟 如此經過數年 所放生命 難以計數 後來因緣成熟 六祖會能 建立潮溪道場 大興佛法 廣度眾生 众生即佛 杀众生即杀佛 救众生即救佛 老元将死 泪下如雨 春秋战国时代 群雄奔起格局 列强雄霸一方 就在土国 有一位大将军 名叫养游鸡 他是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 神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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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风和日历的上午 两游鸡随着蜀王出巡打猎 神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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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杀可以培养慈悲心 减少世间的暴力 积极的戒杀 则是要更进一步 做到培养慈悲的胸怀 顾念众生 安队神射手 川丘时代,宋国有一位贤大夫,名叫公孙桥,自子惨 他心地仍厚,慈悲为怀 尤其不爱杀身 公孙爱卿,你为何突然原地不动,若有所思,快到正的跟前来 大人,小声点 您看,我正在等地上的蚂蚁通过 嘿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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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呀 君子无所真,必也涉乎,依让而生,下而应,其真也君子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先生,我有问题 好,请说 请问先生,您觉得资产这个人如何? 嗯,他这个人一身热心公益,乐善好施 凡是地方上的事,他总是一马当先,落人后 因论是赵桥整剧如专,或是为人修缮铺路 只要是对百姓有利的事,他慷慨解囊,出钱出力,从不宜迟 嘿嘿,又有目标了 老奶奶,走路当心点,我来扶您吧 谢谢,您这个年轻人啊,好酷哦 您过奖了,这本来就是我该做的 老爷,又有人为了感谢您,送火鱼来,给您补补身子 哦,真的吗? 跟之前一样,一切照旧 把它放养到咱们家的大水缸里 是的,老爷,我这就去办 你可以安心地住在这里 它可是我们家老爷专用的放生池呢 它就是一位不杀生,爱护生命的人 请问你为何要打听资产这个人啊? 诶,这,这 因为它放走我最心爱的蟋蟀,它可是最强的 哈哈 嘿嘿嘿嘿 体会一下龙中的鸟 水族乡的鱼,它们失去了天空,失去了大海的感觉 想想,如果你失去了行动的自由,怎么办? 萧镇护生,增观严寿 浙江的温州县是个物产丰富,经济繁荣的好地方 那里有一位人民爱物,慈悲善良的好城官 他的名字叫做萧镇 他在年少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可怜的孩子,你的阳瘦只能到十八岁 可怜的孩子,你的阳瘦只能到十八岁 后来他父亲动态就任四川种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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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近是怎么回事 老是魂不守舍 心不在焉的 来,跟我一起到四川去 那儿三明水秀,环境清幽 自然就可以抛雀烦恼,顶除杂念 好说好说,快起身 总师,末将在此先敬您一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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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今后还得多劳烦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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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福,你快过来 是的 老爷 有什么吩咐 咱们四川最有名的玉竹根,可以上了吧 是的 老爷 小的这就去叫火房准备 嗯 奇怪 什么声音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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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啊 不愧為四川第一佳肴 哈哈哈哈 大家过奖了 真是气死我了 你們竟然为了貪图口腹之欲 讓牛獸如此酷刑 哇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嗯 父亲且慢 嗯 嗯 父亲 您知道 这碗根 是怎么做的吗 它们是用烧红的铁块 刺进母牛的乳房 让乳汁流出凝结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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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元帅 你马上撤掉这道 什么老石子 玉竹根 是 小人马上去办 阿弥陀佛善寨善寨 孩子 你心地善良 做了一件大英者 不但免除了雕兽 而且还可以长生 官智改相 希望你多多爱护身灵 弥勒菩萨说 劝君勤放生 终究得长寿 若发菩提心 大难天须旧 所以放生的功德最大 既直接又快速 改变命运的力量 最为显著 张氏慈悲 互入勉烂 在乡下地方 有一户张姓人家 他们慈悲善良 勤俭持家 勤俭持家 自力更生 却从不猎杀动物 都是靠耕作 或做些小手艺 来维持家绩 小心点 不要跑远了 嗯 我知道了 嗯 我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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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怎么了 啊 有戀人啊 快 快 快躲进来 喂 你有看到一只鹿跑來嗎 没有耶 奇怪了 到底跑到哪裡去了呢 走 到那边再找找 好险 没事了 可以出来啦 猎人已经走了 再见了 路上自己小心哦 时光匆匆 不知不觉 又过了一年 正值春暖花开的季节 妈 妈 妈 我的孩子 妈 救命啊 妈 儿子 没事吧儿子 有没有受伤啊 诶 他不是去年我救的那只鹿吗 为什么要抓我儿子呢 别哭了 我们回家吧 乖 我们的家被大叔压倒了 哦 原来这只鹿匆匆忙忙叼走我儿 是为了要救我们脱离险境 谢谢你啊 世间 世间万物的生命都是平等而珍贵的 若能诚心相待 我们将拥有更美好的世界 如果我们希望别人好 对别人有爱心 这慈善的念头一出去一定会有相对的温暖回流 至从本师释迦牟尼佛降世以后说法度化众生 从此四人才知道因果报应戒杀放生 在金光明最圣王金上有这么一段慈悲寂命取向囊全的故事 很久以前在古印度有一位贤者 流水长者的儿子生姓悲天悯人尊厚善良 小小的蝴蝶真自在 去吧 天地任你遨游 哇 多美好的世界啊 我也应该到更远的地方看看 好大的太阳真是热死人了 《小的下风云和尽散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